这一个铁豹菌果汁也掉了很多了 不过树上还是有很多的 这些都还没熟 铁豹菌果汁熟透之后它是黑色的 今天的天气比较多树 虽然不算很冻 但是时系的地温 让铁豹菌这种不落叶的树种也开始黄叶了 眼看也临近过年了 离立村也不到一个月了 现在就给他修讲一下离各法过年吧 每次我修讲树 评论区就会冒出各种各样的药莫怪怪 有时候树会疼的 也有说剪了没有不剪好看 更有甚者说盆景是自然的 自然 自然那叫风景 盆景就没有不经过原味加工修剪了 正所谓原味自然高益自然 不经过原味加工 如何高益自然呢 废话不多说 铁豹菌预想难出 门牙能力全 平时在养护过程中 要多注意把它不要的不定牙剪掉 养得浪费营养 这样才能让你要的脂条快速增出 正常情况来说 在养装阶段 这些果子应该是不能让它结的 不管什么树 开花结果都会消耗它大部分的营养 特别像铁豹菌这一种开花结果特别多的树 让它结果的后果就像我这样 脂条长不出 所以如果你想让你的树快速成结 不管什么树 只要是开花结果的 尽量不要让它结果 我这颗铁豹菌是上半年修养过一次的 到现在已经大半年了 枝条出了长长 基本不怎么长粗 这就是让它开花结果造成的 养树大半年 修养三分钟 一长年 又成一个光头了 虽然整块树的枝条不算很粗 成熟度也不算很够 但是比起上一次 也是有一点点进步 每一次修养 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点妙化 每一点小妙化 都能让我激动不移 修养完了 给它逛宝水 刚会原来的地方 继续养护 相信不久的将来 它能更加好看 好了 这期就像到这里 我是乐瓜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加关注 下次再见 拜拜